好 豬隻髒髒的畫一面 欸 剛剛那一句是有錄到是不是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貴魚… 開箱吧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的千千 這個到底有六七字 今天呢 我們要來一個 想買去又怕受傷害 Mix 千千 天使廚房的時刻 因為我們今天呢要來開箱 很神奇的東西 那就是 蒲燒 後面是不是想接鰻魚 沒有 我們是要來開箱好市多的 蒲燒鮭魚 不覺得很神奇嗎 因為大家最有印象 就是用蒲燒醬料大多都是用鰻魚 但沒想到好市多這一款 它是用鮭魚的 這是冷藏蒲燒鮭魚肚 然後它的話就是743塊 它其實是依照重量的啊 所以它有700多塊到1000多塊都有 然後呢 超大一片 重點是我跟你講 它有一個很神奇的點就是 它是有鱗片的耶 就是它沒有去掉它的魚鱗 然後就大家都知道嘛 蒲燒鰻魚 它下面就一定有飯 所以我今天想要一個 做一個蒲燒鮭魚蓋飯 我們就一起來試試看它 究竟味道會是怎麼樣吧 開箱 這麼突然 我還在吃香蕉耶 現在的烤箱太小了 所以我們拿出了之前的烤箱 剛剛好放得下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烤它 開始烤吧 看起來很讚耶 像鰻魚 還不能吃嗎 不要 你問一個湯湯的YouTuber 拍食物的家裡什麼都沒有 你太可悲了 家裡什麼都有 我跟你講 你看點這個 日式鰻魚飯說 這我也有 厲害了吧 聞起來真的很香耶 Wow Amazing 完成了我們的 普燒鮭魚蓋飯 我剛剛在用的時候 我才發現它是美威的鮭魚耶 講鮭魚的品牌 大家都會想到喔 美威 對 然後呢 有沒有覺得這樣子弄起來 看起來好像很高級的感覺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看它 現在完成之後 烤過這個的樣子吧 So amazing 這看起來也太高級了吧 你們有覺得嗎 這個如果不要講它是鮭魚的話 應該看不出來吧 不過就是 因為它雖然說顏色看起來 非常的像鰻魚 但其實你目測看得出來 它真的是鮭魚 除了它側邊的魚肉紋路之外 它就是 我剛剛不是講 它魚鱗其實是沒有去掉 在這裡 它這裡還有那個翅膀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它吃起來的口感是怎麼樣耶 因為其實以往某一些像這種部位 如果你炸過之後 它的口感其實是會滿特別 滿順口的 但是我旁邊就是有準備這個普燒醬 我們先直接吃看它鹹度怎麼樣 我們再決定要不要再多夾一些 哇 這看起來真的很棒耶 真的有一種很高級的感覺耶 當然我覺得我這個盒子裝起來 其實也特別的有那個feel 然後我跟大家說烤的時候 請記得下面還是要用點油 因為我剛剛就是烤過之後啊 下面就是烤箱有點稍微黏住耶 你知道 這個皮也不是跟一般鰻魚比起來 它也是比較 算是偏出爐的一個人 但我想說盡速的把它分離一下 我們先挖一口飯 上面再蓋上一層這個 這看起來很高級耶 有沒有… 是不是很美 哇 很燙 不愧是鮭魚肚 油脂非常的豐厚 一入口的時候它的口質油感 油脂感其實非常的明顯 它的魚肉非常的細緻 我覺得也是因為它是比較肥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稍微一喊之後 它就在你嘴巴化掉 然後那個鮭魚的油味就會 炸開在你的口腔 普燒的那個味道 其實沒有到非常的重 難怪其實它一盒裡面有附這種醬給我們 看你自己要不要加 但我目前吃起來覺得還OK 那我等一下如果 覺得鮭魚肚有點太油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再加 讓它味道稍微變一下 我覺得應該不錯 你看這一塊 你感受得出來它其實油脂 真的非常的豐厚嗎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歡吃鮭魚肚的人 我個人是滿愛的 哇 它的油脂真的很炸 我覺得我這樣配飯其實非常的剛好 因為就是會減少它的那個油膩的感覺 口感真的很好耶 我覺得滿好吃的耶 你聽到那個聲音嗎 很像餅乾 脆脆的感覺 我看新聞說好事多它故意把魚鱗留下來 是因為膠原蛋白 我是不知道啦 但我對於這種蒲燒的印象 大家最大眾應該就是蒲燒鰻魚嘛 軟軟的 有點酥脆的口感 外皮有點酥脆的口感 可是它對我來說就是有酥脆 但有點硬這樣子 不過也有可能是我烤工的問題 它有刺喔 大家要小心 知不知道 刺的時候要注意 其實吃鰻魚 蓋飯有時候它也會有小刺 但是就是一口下去如果有刺 它出去了喔 它補起來要很多錢 我覺得這個魚啊 要留魚鱗這件事 我是覺得我快不用留啦 因為你看這個翅膀喔 它真的有脆嗎 我們來吃 要要看 我是覺得可以處理掉啦 你們覺得這應該要留嗎 哇 它這麼一大條真的是滿可愛的 你不覺得 你吃虎水怪 不要… 今天要吃啥 不要玩你 你冷靜 我怕你等一下生氣 翅膀很硬 哇 一去我就整個把皮都去掉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吃過碼頭魚皮 因為我之前去吃日料店就有吃過碼頭魚皮 我覺得它就是很酥脆的口感 所以我在想說是不是 因為我看有人推薦是說要用氣炸 我在想說是不是因為我沒有用氣炸 所以它酥脆的口感比較沒有那種明顯 對我來說就是比較難咬 比較軟一點 有沒有 就像這樣 哇 這個是 不會注意真的敲得那麼高 它應該是什麼賽車之類對不對 這賽車感覺就很厲害就 嗯 你看那個剖面 你看說它油整炸嗎 斷掉了 哎唷 鮭魚肚真的好油 好香喔 很美的一個側面有沒有 嗯 大家有吞過魚翅的經驗嗎 我以前有吞過 然後因為它比較細做 我一直喝水 其實好像不能喝水 要直接去看醫生 再來的話我就是很怕牙要牙齒 你知道嗎 大家記得半年要繼續洗一次牙 因為牙齒健康 它每一個切啊 我都感受到它的油脂真的很炸這件事情耶 實際當烤過之後 油脂的存在的感覺還這麼明顯 這樣吃這樣舒服這樣 我覺得這超看人 因為像我周邊就有些人很怕吃很油膩的東西 這個我就百分之百覺得他們大概一口就差不多了 這筷子呢很漂亮耶 很美 有握壽司的感覺有沒有 對焦居然對在後面的老虎 為何 有翅膀的這邊呢通常都很多小骨頭 所以這個要小小的吃 這種小吃真的超危險的耶 就像有時候那種吃炸雞的時候會有那種小碎骨 那個真的是電腦耶 然後我最近看了一部韓國的啊 叫《少年法庭》的影集 我覺得很好看 這Never上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還有一部是在KTV上看的 就是我爸說我不能嫁給YouTuber 然後是左左目西演的 我覺得那部也很可愛耶 可是它還沒有完結篇 所以我看到第四集的時候我就想 嗯 我先停下來好了 通常我完結篇的前一集 不是會覺得 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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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就是會有點擔心 所以我就想要現在先停下來 但我目前看到第四集我覺得滿好看的 吃一次莫名好笑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有時候吃東西的時候不知道想要什麼事 你就是自己一個人悶悶的笑 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吃便有注意到你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真的是怪怪的 但我真的很常這樣 漂漂亮亮 你知道我這樣都在幹嘛嗎 我這樣都是在那個舌頭上來喊一下 想說有沒有事 原始探索者 我要挖最完美的最後一口 好 我的最後一口喔 是不是很美 來 吃完了 我們的蒲燒鮭魚 非常的乾淨 有沒有整個在發光 因為呢它這個蒲燒它是鮭魚肚 所以它整個其實油脂非常的夠 所以我覺得整體吃起來它其實是非常濕潤 肉又非常的軟嫩 但我先說我自己覺得這款其實滿看人的 因為鮭魚肚是認真的油 因為大家也知道鮭魚本來油脂就比較豐厚 所以其實很適合我這種很喜歡這種 肥肉啊 三層肉啊 豬皮啊的這種人齁 我在吃這個我就覺得嗯 有喜歡 有尷尬 但是就是它整體吃起來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它那個皮啦 老實說因為我覺得皮 有一點點不是很好咬 然後它的旁邊那個刺 因為沒有處理掉 有時候吃就是我會覺得很麻煩還要處理掉它 然後也有可能是因為我是用烤的 不是用氣炸的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它沒有很酥脆 我會建議如果你有買的人 你們家是小家庭 人比較少齁 哪一條出來其他冰冷凍 它因為油脂比較豐厚 其實比較容易膩 我覺得要取決於個人家裡面的人數 因為不然我覺得這個應該會吃滿久 但我覺得它是好吃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買買看 也可以跟鄰居分食這樣子 然後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兒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鮭魚做結尾吧 大家要記得按讚訂閱喔 因為我太喜歡咒出回戰的那個狗捲了 我現在只要看到任何的鮭魚 或是跟那種飯糰就是餡料有關的啊 昆布或什麼之類 我都在默默的直接想到它 然後就很想要用它的梗 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家記得就是訂閱 然後把我的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先這樣 掰掰 因為我覺得我今天捲髮特別的美 因為我就是前兩天拍攝 然後用了一個捲髮 前兩天 對 我就是兩天沒有洗頭了 我今天會死 哈哈